伊兰地区,龟山岛联合服务队已经30多人,今天上午9点钟由头城镇的大西港出发。 他们疫情是由建党部的主任委员郑苏谦率领,率从一个医疗服务队到龟山岛上去为民众们服务。 这个联合服务队到到岛上之后,就在龟山国民小学展开医疗服务。 他们免费地为200多位岛民诊断、打针等等。 而加护服务队却由邓主任委员率领,到各户去征送食物、棉被以及威尾因等等。 他们疫情到下午4点钟再回到宜兰。